這遊戲是阿曼達冒險家的二代DEMO 目前遊戲都還沒有出啦 然後 開這個遊戲我就想到一代的一個陰影啦 就是過去的回憶在攻擊我這樣 因為我們之前玩一代 一堆解謎 頭大你知道嗎 小聲一點 怎麼一進來又是在這裡啦 這是新的解謎房間阿 這個一定是謎題的線索 你們信不信 樹阿 回收標記阿 藍色阿 橘色阿 到時候解謎就是要看這個 時鐘的時間阿 全部都要放進去 你看 洗手台兩個嘛 數字要記起來 我跟你說 真的沒有騙你們 一定是這樣子搞 他一代玩的我非常的 非常的痛苦 你看你看 幾號阿 我不知道耶 寫什麼 瑪格瑞特嘿 找到一卷奇怪的陸影帶 在環書的籃子裡 還沒有看過 不過我希望你可以幫我看看 他在鎖著的箱子裡 你還記得密碼對吧 我不記得 看一下書 JP喔 我最討厭JP了 這角色超沒品的 又是陰險小人 JP6 欸 我是Windy 龍Windy 你的個人助理喔 現在掃描這本書 就可以檢查他之前的 紀錄 從哪邊掃 又是陰險小人 錄音錄機 這邊的 下面怎麼那麼差阿 3 DS3 JP6DS3 什麼意思啊 好了嗎 又要從這邊找線索了 從所有的名字裡面 這是一代豬腳 這是那隻羊 他真正原來活著時候的名字 哇每一個字母第一個數字 再看看代碼是多少呢 這就是我的密碼 我記得玩一代的時候 我一定有說過這個遊戲如果做的簡單的就是 看錄影帶然後詭異遊戲 不要這麼多謎題在裡面 這絕對超棒 可惜作者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對 然後把它做的全部都是謎題 全部都是謎題 全部都是謎題 每一本這上面應該都有啦 幹嘛 大老鼠喔 我也把每一個數字還要點進去喔 能不能不要這麼麻煩啊 多寫嗎 第一個 喬納森 布萊特 6 6月嗎 2719喔 不可能吧 2719 沒那麼 沒那麼 討厭吧 好像不對啊 我什麼時候可以看到鬼異的錄影帶啊 什麼錄影帶可以看啊 8 6358 6358 6358的排列跟他們人民有關吧 完蛋了 要背元素表嗎 這什麼東西 寫開密碼才能看錄影帶 寫開密碼之前我已經 氣到完不下去了 8 6358 6358是我從地上拿起來的順序而已耶 還是說這運氣好剛好有猜到啊 羊羊怎麼不見了啊 靈魂被吃了 嗨朋友是阿曼達 你有曾經想過要走很遠很遠很遠的地方嗎 耶我們可以 至少我們可以用想像的 坐上我的魔法火車 你想要去世界上看誰咧 你可以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看見你想看的任何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不行 不行 阿曼達咧 你真的覺得你可以做到嗎 你真的覺得你可以做到嗎 我很喜歡做白日夢去任何的地方 上面是貼著他想要去的地方 有錢 旅費阿 上面那個老鼠也太大隻了吧 但是這裡好黑喔 我應該開哪一座燈 要開窗簾還是要開燈 窗簾 欸 椅子下有什麼東西 好多了 那我們來計畫一下我們的旅程 今天魔法火車可以去三個地方 今天魔法火車可以去三個地方 我想要先看艾菲爾鐵塔 艾菲爾鐵塔在哪裡 當然是在這裡 咯 我們會先去巴黎 用我們的魔法火車 車票要兩個硬幣 讓我們看看我們的小豬鋪滿有幾個錢錢 小豬鋪滿要怎麼打開最好呢 我可以把下面 塞子打開或者是打爆它 plug 你好無聊喔 他想要把小豬打爆 很多錢嘛 欸欸欸欸欸 我一直都覺得這小女還有躁鬱症 讓我們數數看 他只有四個手指頭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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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先拿兩個走 你會數嗎? 下個地方我想去的是 非常特殊 我想我們的朋友會在那邊 之類的 我們要去 什麼什麼 翹辮子娃娃島 什麼東西啊 這裡 無人島吧 哇 計畫這個旅程 需要花你很多時間對吧 哪一個啊 卡加布列島 墨西哥城的地名 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市 三塊錢 下面那個椅子怎麼一直有東西跑出來啊 把我們三塊錢從手上拿走 噢NO 我們沒有錢錢了 不過我們還有一個地方要去 我們需要更多的錢錢 怎麼辦 蛤 我們可以賣玩偶來拿錢 上面 你覺得哪一個可以賣最多錢 小丑 你真的覺得我賣那個老古董可以得到錢嗎 那雞雷 讓我們把有趣的公雞賣掉 他說什麼在他害怕的時候 但是他可以讓我 覺得很開心 哇 升天了耶 賣掉公雞先生有三塊錢 OK Let's see how much our next destination cost 讓我們看 我喜歡 讀歷史 我們什麼在哪裡可以找到 開堂捷克 倫敦 可是我們少一塊耶 A ticket to London is 4 coins and I only have 3 怎麼辦 我不知道要怎麼找錢了 我不知道要怎麼找錢了 我們是不是哪裡都不能去了 等等喔 我的口袋還有一塊錢 我有四塊錢了 這小孩子 欸欸 他們有附屬啊 欸欸欸欸 我可以點他耶 不點他 好啦 最好是把 阿曼達給 咬下去 他把我的一塊錢吃了 我最喜歡看他這樣子自暴自棄了 我要去旅行 現在我要去哪裡找錢 幹嘛還有幫他指喔 我們去把附屬挖出來啊 要不然怎麼辦 哇你好聰明喔 我們的沙發下面都會經常塞一些奇怪小東西 剛剛沙發上有什麼蜘蛛跑掉了 欸 我怎麼加這麼多錢啊 羊在一代的時候不是已經沒了嗎 升天了 現在可以上火車囉 欸欸欸欸我真實人物的上面通風管一直有叮叮咚咚的聲音欸 我想要看阿曼達狂哭欸 自暴自棄 我不想要看什麼其他的 哇這好好玩喔 不過我真的很希望能夠出去看看世界 欸欸欸 看完了喔 有沒有第二卷阿 我們玩這個遊戲最大的期待就是 要看他的這個錄影帶一些有的沒的事情 我完完全全不想要解謎 我真心的 快把我救走我不想解謎 救我 覺得什麼 Watch me 好 上面的紅字是什麼 Watch 我想我今天晚上要獨自一人 有個傳說 這邊有特殊的玩具藏在小島上 讓我想 哪一個牙刷你應該用 你是怎麼進來的走開 我們不應該聊到他們 嗨 你根本沒有幫到我 你根本沒有幫到我 就是他之前做的節目 他曾經經過的啦 你害怕的是什麼啊 你害怕的是什麼啊 準備好進行下一個冒險 2024年秋天 我真的該寫進去給作者加上說 拜託你那錄影帶內容做多一點 然後解謎減少個九成可以嗎 真的我真的這樣覺得 因為看這錄影帶其實就很有趣了 而且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 這遊戲能不能來個中文啊 很難嗎 很困難嗎 很困難嗎 剛剛電視出現小格子有沒有看到 那個一定是密碼 我沒有騙你們 那個絕對是要拍照下來的密碼 然後這個demo就完了這邊啦 等他秋天出來之後再看看吧 看個錄影帶超難的 現在那個 亡靈回憶馬上又湧上來了 喔 那個時候光 欸 讓我逃出去 光在那邊搞烤箱啊 然後這個 什麼音樂啦 然後低語下來長數啊 然後錄影帶裡面要看什麼 密碼 每一個分段 每一個畫面 喔出現密碼了 然後 先關掉先關掉 等他出來再說吧 這碼可以 可以 我們來可以